辣椒酱是我们餐桌上常备的调味品 辣椒酱分油质和水质 油质辣椒酱颜色红亮为了浓郁 水质辣椒酱颜色非常鲜红而且清爽鲜亮 那么今天我教给大家如何制作水质辣椒酱 那么在这里我们先准备的苹果和梨 我们把苹果和梨切成小块 然后我们把苹果和梨都放到料理机里面来 把它打成泥 一个苹果和一个梨 然后我们盖上盖子 打开 然后我们把姜切成大块 把姜和蒜放在料理机里把它打成碎末 那么今天做辣椒酱这个辣椒呢 我选择的就是这种红杭椒 它是肉比较厚 然后就是说非常有汁水的这种辣椒 那么大家呢可以用你自己喜欢的辣椒就可以了 当然要做辣椒酱可能要用红的辣椒 对不对 你不可能用绿辣椒 自己喜欢的口味的辣椒就可以了 我用的这种辣椒呢是比较温和的这种 有些辣椒呢可能是吃起来比较呛 味道比较冲 按照自己的口味来挑选辣椒 如果你的皮肤比较敏感的呢 做这一步的同时呢 最好是戴上手套 这样会保护你的皮肤 对不对 那么这样呢 现在我打开机器 好 现在我们的食材都准备好了 好呢在这里我准备一口比较深的锅 大家要是做这个辣椒酱的时候 一定要准备一口可以熬煮的锅 然后呢现在我们用这个中火 在这里呢我先加入油 锅基本上就热起来了 油呢一开始要加的挺多 因为我们做很多辣椒酱嘛 所以说要多加一点 然后呢稍微给它搅拌一下 油也很快就热起来了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姜 还有蒜加进来 然后我们先把姜蒜炒香 等我们的蒜还有姜 都炒出香味来以后呢 现在我们把这个辣椒放进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辣椒已经用这个料理机 把它打成碎末了 如果你要没有料理机呢 你可以就是用刀慢慢慢慢把它剁一下就可以了 剁碎它就可以使用了 现在呢我们把它加进来 全部加进来 这时候呢大家还继续保持中小火 火力不要特别大 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加入苹果和梨 我们稍微搅拌片刻以后呢 现在我们把这个豆瓣酱加进来 那豆瓣酱就是黄豆酱 大家可以用自己城市能买到的就可以了 黄豆酱就可以 然后呢稍微搅拌一下 这里有白糖 白砂糖 然后呢还有米醋 那么在这里呢我用的是米醋 我希望大家也用米醋 不要用这个陈醋 因为这个味道特别浓 所以说不太适合这个辣椒酱 这个辣椒酱我们想做出来有这种果香 然后是非常清爽的这种感觉 很鲜亮 所以说呢不要用这个陈醋 味道太重了 然后我们把它搅拌均匀 稍微把它煮至片刻 在这里呢我准备了一些花生 这些花生呢就是红衣花生 然后是生的 我把它稍微泡了一片刻 然后呢稍微用这个水 把它煮 煮的五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把皮剥掉这样来用 大家可以就是说不要用这个熟花生 一定要用生花生 现在我把这个花生全部加进去 然后呢 还有熟芝麻全部加进去 这个花生在使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皮来用 好了 现在我们把它搅拌均匀 再煮个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就可以了 那么这时候呢 大家要保持中小火 不要火力太大 否则你的锅子呢 很容易糊 那等一下呢 我们再撒一点盐来调味 好了 我们辣椒酱最后一步呢 就是放盐 然后这个盐的多少呢 大家按照自己的口味来调整就可以了 你放了一点盐以后 你搅一搅尝一尝 然后不够呢 你就再放 然后够了呢 你就不要放了 因为里面放了这个黄豆酱了 所以说这个盐的这个量呢 大家自己来控制 那么在这里呢 我提前还做了一些 打开一下 给大家看一看 你可以看到这个辣椒酱呢 是非常漂亮 而且这个辣椒酱打开以后呢 是那种非常新鲜的果香的味道 因为我们里面加了苹果 还有梨 而且这个辣椒酱呢 是水制辣椒酱 它不像这个油制辣椒酱的 那么油腻 它非常新鲜 在你做餐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它来 拌着面呀 拌着米饭呀 包子呀 任何你喜欢的这个食物 来拌着它吃都可以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辣椒酱 如果你不喜欢特别油腻的辣椒酱 那这款肯定适合你 因为它非常好吃 嗯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